今天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創新紡織品的一些應用 因為我裡面有準備了一些影片 給大家來觀賞這個影片 可能會感受性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喇叭先裝上去 到時候影片在播放的時候會比較有聲音 我今天主要介紹的內容 首先是我們紡織所的一個概況的一個介紹 然後第二個內容的部分是在一般紡織品 讓大家認識一下我們所謂的一些紡織的一些概念 再來就是我們最近一些比較新的紡織品 他如果去應用 然後做一個介紹 最後我有一個影片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們紡織所目前在這個土城場區 就是各位今天來這邊上課的地方 除了這個土城場區以外 我們在雲林分部抖六地方也有一個分部在那裡 那這兩個地方來講的話 目前我們都在服務整個台灣地區的紡織業 我們紡織所其實是從早期 從1971年的時候就開始成立 那在這個前身的話 我們只是做一個台灣那個紡織品的一個檢驗的一個工心 那時候其實那時候還不是一個紡織所 他只是由一個棉綁工業同業工會所屬的一個小的單位 一個技術室而已 所以我們正式成立 唯一一個研究中心是在1971年的時候成立的 然後那時候主要是在協助國內的紡織業他要出口 所以他出口的時候 他的紡織品都需要有一些檢測驗證的報告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負責檢測驗證的一個單位內容 後來我們就開始轉型 就是做一些研發技術的開發 來協助國內的紡織業做技術的升級 跟一些新產品的開發 那我們現在經過這麼多年以來 我們紡織所有一些技術的演技 所以我們目前主要幾個重點就是在於 一個是納米紡織品的一個開發 一個是環保紡織品 一個是健康舒適的 照護用的 醫療用的 另外是產業用的部分以及智慧型 那在奈米紡織品的話 顧名是他會使用到一些奈米的材料 比如說奈米銀 那他會有抗菌的效果 或者是氧化芯 他會有潑水效果 或者是阻藍的效果等等 另外的話環保紡織品的話 就是比如說我們利用一些環保的材料 比較不要用到石油 比如說玉米纖維、大豆纖維 或者是黏纖維等等 這些可以回收環保使用的一些材料 再來健康舒適 我想比較特別的就是像SARS來的時候 那個口罩 包含N95的 或者一般我們市面上消費者在使用的一些平面的口罩 其實他都有不同的等級 然後再來到個人的防護衣、手術衣等的穿著配備 那些都包含在整個醫療裡面 甚至還包含到膚材的部分 那膚材的部分可能就是用一些比較天然的纖維 比如說我們會利用甲殼素 甲殼素纖維做的膚材 那他會有什麼功能? 第一個抗菌 第二個他會怎麼樣? 止血 止血就會有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我們就會使用這樣的材料 來做成我們要用的醫療的紡織品 那除了這個以外 就是女孩子或者是小baby常在用的衛生的材料 藥布、衛生棉、紙巾這些東西都是 那產業用來講範圍也很廣泛 除了衣著以外跟家室以外的紡織品 我們都會把它歸類在家用紡 產業用紡織品這個部分 比如說濾帶 比如說我們這個空調的濾網 或者是皮帶 各位不管是那個車用的皮帶 還是那個腳踏車還是馬達用的皮帶 那個皮帶雖然是橡膠的 可是裡面會用到一些高強力的纖維、紗線 在裡面做補強材 或者是輪胎布 輪胎裡面也有一些紡織品的布 這樣才有辦法維持那個輪胎的形狀 它才會達到一個耐摩耗的一個效果 所以這個部分的產品 都會把它歸類在產業用紡織品這個範疇裡面 那最近比較新的就是還有一個 就是智慧型的紡織品 那智慧型紡織品我們目前比較開發的就是 人的穿著上面 比如說可以偵測你的心跳、呼吸 還有那個血壓等等的這些的偵測 體溫 然後我們現在所開發的這些部分 你就可以跟那個居家照護結合在一起 比如說我們現在比如說年輕人都白天都會去上班 那老人家就會獨自留在家裡 那他在家裡如果不慎跌倒的時候 那會怎麼辦? 我們穿著在他身上的那個衣服 就會感應到他的動作 一旦他在家裡發生問題的時候 就會把訊號傳輸到 可能傳輸到消防隊 可能傳輸到你自己的手機、Notebook 讓你的家人知道 或者傳到家庭醫師的電腦裡面 這樣的話就可以給他一個緊急的照護 接下來我先從一般的我們的紡織品來做一些介紹 我們常見的一般的紡織品大概有分為兩大類 以纖維來講大概有兩大類 一類是天然纖維、一類是人造纖維 那天然纖維包含的就是棉、麻、羊毛、兔毛、蠶絲等這些動植物的纖維 那這些纖維來講其實他是一個比較短纖維 像這個就是一個棉花糰 棉花它長在樹上的時候 農門要去採收這個棉花 那棉花採下來其實那纖維就是短的 短纖維我們就必須要經過一個處理 比如說開纖維、紡紗的過程 然後它才有辦法做成一個棉紗 所以這個纖維你如果那個紗線拿來看 它上面是一根一根毛毛的 有那個短纖維凸出來 其實它大部分都是短纖維去紡成的紗線 那人造纖維來講的話 我們不明示意它就是從塑膠力 從石油那邊提煉塑膠力 然後塑膠力再經過我們的機器 熱壓機然後經過防水 然後把它拉成纖維 那這樣的做法它的纖維是連續式的長絲 它就不是短纖維 但是這種東西你如果要做短纖維可以 就是把它切短然後再紡紗 但是一般常見的就是直接這樣紡成絲領 它是一個連續式的長線 那這個部分來講它會有很多的變化 就是在這個防口上面的設計 它可能有圓形的有Y字形 或者是中空的圓形的中空的纖維等等 那這個不同的斷面它有不同的效果 舉例來說像這種十字紗或Y字紗 它有溝槽 那溝槽有什麼好處 就是我們流汗的時候 穿在身上會流汗 那個汗水液滴它會在這個溝槽裡面 做成什麼導流 所以你們在外面買的那個吸濕排汗的衣服 有沒有 它其實上它大部分都要利用這種一段面的溝槽 去做那個排汗的動作 因為有的這個溝槽的時候 那個汗就比較容易排放出去 這樣的話就會達到吸濕排汗的目的 再來的話這個C型的或者是這個圓形的 中空纖維它可以做什麼 它可以做保溫 那為什麼可以保溫 是因為這個纖維裡面的空間 它含有空氣 那這個空氣就是一個熱的 很好的一個阻隔的材料 所以有空氣層它的保溫效果就會出來 但是這個通常都會有難度 所謂難度是在哪裡 就是在這個裡面的中空的程度 是多少 比如說是30%還是40%還是70% 中空率越高的時候它的保溫效果會越好 可是中空率越高的時候代表這什麼 纖維的這個臂越來越薄 越來越薄的時候 你如果做成衣服就很容易被壓扁 那一壓扁的時候它的保溫效果就沒有了 所以它有一個困難度在這個地方 好纖維講完的時候我們就來講部種 那部種其實很簡單就是分兩大類 三大類 第一類就是縮織的 那我們常見的這個縮織布就是我們在身上穿的這種襯衫 比較沒有彈性的 它為什麼沒有彈性 因為它就跟那個筋尾線一樣 這樣把它交織起來有筋紗跟尾紗 互相砍條交錯 那互相砍條交錯它就比較沒有彈性沒有伸張性 但是這個布它會比較平整 所以它就比較適合做襯衫啊西裝啊等等的 好再來是針織 那針織的話就是 目前大家比較常穿的是毛線衣啊 或者是Polo衫等等 那你穿起來會有伸展性比較好 那這個針織為什麼會彈性比較好 因為它是有針圈、織圈一個一個套盤把它套起來的 因為它這是一個套盤的結構 所以它的伸展性就比較大 那這個問題就是伸展性好 那布就比較不容易平整 像毛線衣應該沒有人在燙吧 因為它不能平整 所以你燙的也是不好燙的 好再來就是第三類就是布織布 我們剛剛講到你的尿布、衛生棉、濕紙巾 濕紙巾可能大家常常在餐廳都會用 或小baby都會用得到的 那這個部分它就是用短纖去把它鋪疊起來的 那這個鋪疊起來之後 因為是短纖 所以它彼此之間沒有爆合力 它會閃掉 那要怎麼樣讓它有爆合力 我們可以用機械的力量 比如說用針去刺它 所以就會有針刺的布 或者是針刺之後 我們會擔心那個什麼 金屬穴留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改良 變成什麼 水刺 所以各位用到的濕紙巾其實都是水刺 就是用水 像注射筒的針打出來一樣 它打了很多針 然後在那個布置布上面去刺它 因為水穿過去之後水就不見了 所以它不會流下金屬穴 但是水要處理好 如果水沒有處理好 它會讓那個什麼 濕紙巾怎樣 發霉 尿布會發霉 所以通常它們在紙巾裡面都會含有抗菌劑 抗菌劑 但是這個抗菌劑就是要看那個廠商用的是什麼抗菌劑 然後會不會對人體皮膚有過敏等等 好 接下來我們就講幾個創新的應用的部分 我們講到的就是我們剛剛介紹西斯牌漢的 那這個是蠻有名的一個coolmess 那coolmess來講我們台灣 因為這是不外的品牌 那我們它是做成這種波浪形狀的 那我剛剛有介紹那個沟槽有沒有 導流的作用 那台灣因為這個是國外的品牌 台灣沒辦法用人家的這種斷面 所以台灣就會採用Y字型或十字型來取代它 那單價才會降下來 不然像國外這個他們自己有專利在保護的 他們單價相對就比較高 然後上面這個就是中鋒纖維 各位有時候可以看到到 它有的是含C纖維在裡面 半圓的 那這個是互相去搭配 就是我需要吸濕排汗 那我又同時要保溫 那我就必須要同時應用到這兩種纖維都把它放進去 好 再來是透濕防水 那最常見的就是GOTES膜 那GOTES膜這邊有一張照片 各位可以看到它為什麼可以把濕氣透出去 但是它又可以防水 主要就是這塊膜 這塊膜上面的孔洞非常小 可以達到耐敏的程度 所以它可以擋掉那個大雨 大雨滴可以把它擋在外面 但是我們身體裡面圍氣後的濕氣 它可以從這個小孔把它釋放出去 那GOTES來講它的材質是PDF1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那個鐵布肉膜 所以它穿起來的時候會有那種磨擦的感 不好的聲音出來 再來它是一個鐵布肉膜 所以它的膠就很特殊 它有把我跟我們的布貼在一起 所以它的貼的部分就不太好做 這是一門技術 把那個膠的材料在內 所以為了要取代它 因為它又成本很高 單價比較貴 所以就會發展第二代就是PU PU價錢就比較低了 那PU一樣它也會去把它做成這個孔洞出來 它是用溶氣的置換的方法去把它做它 形成那微孔洞 那溶氣的部分來講的話 一般人就會比較討厭 因為現在尤其環保的議題 所以就會開始發展水性的PU 水性的PU一樣去做成膜 或者是直接在衣服上面直接做土布 來形成這個一個糖水層 那這個部分目前有發展到第三代 就是PU再下來就是有鋸質的 PET的部分 那這個鋸質的為什麼會發展出來 主要就是環保的問題 那我們需要說 比如說我們的衣服有兩大類的常用的人造纖維 一個是PET 就是鋸質的 一個是Nylon的 那如果說我用的這個膜的材料 假設我是用GOTEX的 或者用PU的 將來我這件衣服不要了 要丟棄了 可是你已經把它貼在一起了 你PU跟鋸質的貼在一起 或者是GOTEX跟PET 鋸質的貼在一起 你就沒辦法回收 因為你沒辦法把這兩個材料分離 所以現在才會發展第三代就是鋸質的膜 鋸質的膜來跟它貼 到時候我丟棄的時候 我才不用再做分離的動作 然後就直接可以把它粉碎回收再使用 因為它們都是同一個材質 可是鋸質的膜來講 它就不容易去做出這樣的微孔洞出來 所以我們就會在上面的化學結構去做改變 讓它是一個五孔膜 沒有孔的膜 可是它那一塊膜遇到水分的時候 它會把它吸過來 然後要從另外一邊再把它釋放出力 所以這個叫做五孔膜 所以現在這樣使用的材料裡面 就會分有孔膜還是五孔膜 那當然五孔膜它的單價又會比較高一些 好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這個透析 我最終的這兩孔膜在哪裡 是一個動作的 我們這樣給大家看 是一個動作的 我們將會有休息的 我會示範一下 好並會很明顯 謝謝 我們的系統 就是它們大眾人 進行的 他們就是 努力的 使用 這兩個新的 通常這個透枝防水的材料都會用在凹豆的衣服上面 會比較多 不過最近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套配式的模式已經有用到鞋材上面 然後甚至牛仔褲 牛仔褲都在用這個材料 裡面都是乾的 因為時間有限我們稍微看一下片段就好 有人講說為什麼我直接穿雨衣就好了 你穿雨衣的話你會發現外面下大雨 裡面下橋的雨 所以連內衣內褲都濕了 所以他這種衣服就是外面很濕 可是你裡面還是保持適當的乾爽性 好再來就是一個比較熱門的就是鯊魚莊的部分 其實他是利用織物組織結構特殊的一個設計 那這個鯊魚莊他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那個選手有沒有 在比賽游泳的時候他的浮力變得很好 然後水的阻力降低 所以同樣的力氣他可以游得比人家更快 他有做一個水滴的一個實驗 各位看到這個水滴上去 他是有潑水的那個效果 有排水的效果 然後他是利用這個織物組織 以及這個衣服的結構設計 來達到這樣一個目的 不過現在這個衣服在奧運已經被禁用了 對 因為這個有私公平性 因為比較窮的選手 他可能就買不起這樣的衣服 那比賽就沒有意義了 好 再來是華哥出了這個運動慢跑乳 那這個要特別介紹一下 這個慢跑乳他是貼生死的 然後他有經過一些特殊的設計 他們想要幫助跑步的運動的人 減輕他的什麼 那個力氣的耗損 降低乳酸的堆積 還有呢 達到緩衝的目的 因為有時候跑步他的膝蓋 這邊承受的力量會比較大 所以他需要讓他有緩衝的效果 好 這個部分他們會經過一個研究 去探討人的這個肌肉跟骨骼 在運動的時候他的整個一個動作 然後針對這整個肌肉收縮的施力點 他要去做哪一個區段的保護 比如說這件褲子 他是針對這個大腿到膝蓋到小腿的這個部分 所以畫藍色的部分就是他的一個補牆 那這個補牆來講的話 除了又有支撐的效果之外 他還會怎樣 當你的這個跑步的時候 這個小腿他有一個回拉的力量 讓你這個小腿可以拉回來 感覺你就私力就少了一點 所以他在這個動作上面 包含結合到這個衣服的設計 這個部分他都有做這樣的一個探討研究 那另外就是我們也會去開發一些抗穿刺的 那些一個織物 那這個部分各位看到像這個手套 針刺不進去 那我想大家比較耳熟人講就是那個防彈衣有沒有 子彈要能夠打不穿 那這個目前大家都還持續在研究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武器它的那個爆發力 那個火藥有沒有都越來越強 但是我們做的這個衣服的織物為了防穿刺 為了防那個子彈我們可能越做越厚 可是越做越厚的時候 那個軍人或者是警察他穿不動 那行動會變得很笨重 所以整個裡面的材料的設計跟改良 也是每年都在研究換新的 那看能不能做到輕薄 但是又可以擋得住 但是這個部分都不太容易 好 剛剛我有介紹一個耐銀 這個就是我們使用一個銀纖維的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把那個銀鍍在那個纖維的表面 那銀為什麼會鍍在纖維表面 因為銀它有很好的抗菌效果 這個從哪裡做驗證呢 就是從那個燒烤傷病患 那醫院當遇到這個燒烤傷病患的時候 它傷口是一個大面積的傷口 所以它會用一個膚材 然後那個膚材上面都是鍍銀 直接貼到你的傷口上面去 它會在半小時之內 就把你傷口上面感染的細菌 整個都把它殺掉 再來它是一個金屬層 所以貼上去傷口之下 會有冰涼感 就會降低那個病患的疼痛感覺 它會因為你的傷口發炎的時候 會產生熱 所以它會把那個熱倒掉 再來就是它是一個金屬層 那你的傷口要兩天或三天就要換藥 那換藥的時候 醫生撕起來的時候 原本剛好要長出來 新細胞可能就被撕掉了 可是這個金屬層它不會沾黏 不會沾黏傷口 所以它在撕起來換藥的時候 是非常好的 然後再來這是一個廣告印花布膜 那我想這個大家在外面看廣告 看了很多 會覺得說沒有什麼太大的 太大的變化 但是我們現在應用的是一個數位噴墨印花 那數位噴墨印花來講的話 就是各位在家裡用的那個彩色印表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因為它的解析度可以很高 所以你在設計的時候 像這個卡車 你會發現到這個酒瓶好像是真的 而且好像快要滾出來了 一個特殊的一個效果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印花布膜 它怎麼來應用 所以它是一個很好的偽裝性效果 你完全完全看不出來 原來它是一部新車 好 我們除了做那個布膜以外 我們還有做電熱紡織品 這個慢慢進入到我們的自衛型 寶織品的部分 下面這個是一個加熱電 那我們是用紡織的線跟布去把它做成的 然後通電之後 它就會有加熱的效果 然後這個部分就可以煮茶葉煮蛋啊 甚至我們還把它做成一個代包烤箱的部分 還可以在裡面烤雞 然後生理感測 我之前有講過 智慧型寶織品 我們也可以感測你的心跳 呼吸 體溫等等 這件衣服 就是我們紡織所自己開發出來的 然後它這個部分 是一個感測的支帶 它會比較貼近你心臟的部位 所以你的心跳的部分 就可以從這個感測的支帶 把那個序幕靠到 抓到 是不是沒有再另外接 像波拉森茄之類的 沒有 直接用那個 智慧本身的企圖來 對 當我們人體的動作產生變化的時候 表面的體電位會產生變化 然後它就會抓到那個體電位的變化 當然這個體電位的變化 出來之後 它也要一個傳出去 把這個訊號傳出去 那我們就是接到那個訊號之後 我們要去解 那個訊號代表是體驗 其實它這個部分有去醫院 跟那個醫生的那個 測的那個心跳的 醫療級的 醫療級的來做比賽 是達到98的準修度 它現在接上來 這一顆就是把訊號傳出來的 然後這個訊號傳出來 可以傳到你的手機啊 或者你的nodebook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如果說你穿了這些衣服 去運動跑步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說 啊 你現在的心跳幾下 它身體狀況怎麼樣 是不是說 哎 該停了 那像這個部分 它是把它傳輸到它的手錶上面 它就可以直接來跟它做連線 然後就可以進行測試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進行快點 好 這個是LED的發光紡織品 那我們先看菲利普公司的 然後再來看我們紡織所的 那菲利普公司它 我想大家對這家公司都蠻知道的 但是他們也對紡織品有興趣 所以它把他們公司的產品 應用到紡織品上面 好 這個就是一個 人頭 然後這個是背包的後面 然後這個背包的設計到時候也蠻棒的idea 就是它走在街上 它可以傳達它的 要傳達出來的訊息 I love you 或者你我有點離 真的 那我相信未來 科技跟發展之後 它們會變成一個螢幕 它也有機會 會變成一個螢幕 而且他們也有寫字 他們也有寫字 名字 為了自然的盤子 在外面的盤子 在外面的盤子 上面的盤子 好 這個也有寫字 它可以使用 適合上這個 的表情 在螢幕上 螢幕上的出現 並有很平常的盤子 關於外面的盤子 我們大概看完 可以看完 好的 好 那接下來這個是網榜之鎖 那這次在內部 也是得到設計大獎的 這是市場商開發的產品 但是我們得獎的部分是做成一件雨衣 那些雨衣主要就是給腳踏車 騎車人用的 這個部分就是這一件雨衣 就是我們這次在得到衣服大獎的 然後也是跟公益院合作這個計畫所採出來的一個比較漂亮的結果 那這個就是我們目前開發出來的LED的殺線 然後它是可以跟仿製品做結合的 好 最後一段 這是一個日本NTT公司 它所拍攝的一段影片 那這段影片它是在幻想期望未來的人類的世界 而且應該走向這個部分 它這裏面有一些財產品 其實是讓現在台灣 如果不一定有太多用 在這裏面的位置 他們就在這裏面餐 和街頭在一邊小店裡裡的專門 他們在做成功和谷子 I love her and one thing I always want is to be friends when I hear she and daughter and call her to me before ever and ever I love her I love her I love my équipe I love her I love mysociation I love your 所以稍微打扰一下 好 這邊開始了 重點 好 這邊是一個 市區教學生 所以為未來的小朋友,不用到學校上學校上學校,在家裡,通過是訓練,老師就直接教你了。 學校 oy助理 學校應該是更多的地方 我好 OK,我們開始開始 influen向你的學生 我質疑 聽,我可以 我可以 我來 Hello Could I have the 5 of those features briberton can lock home IFICA Certory oh 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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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那 s down 7 9 可以說 Eric לס influencers 就是很内心的概念 是好慢慢的再用 The mobile wallet and similar devices will lead in customers to terminal with stores to allow instant payment. Customer information will ensure your smooth handling at delivery points. Hi there! Hey Dad! I got you two balls today! Wow! Great, huh? Yeah! And when I start 6th grade, we're gonna make a tie-up to bury it somewhere! Huh? A tie-up? A letter to yourself in the future! The teacher says to bury it somewhere and we won't forget! I wonder where? Where? Bury it in your favorite place! That way you'll never forget! My favorite place?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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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are you? 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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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Why would you be buried when I won? A time castle? Time? A time castl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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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Diskussion了, 你看到我一天 這... 你們在超過的你 所以... Placata都在這裡 叫我們從來到最終台灣從來到終到處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甚麼是你機動了? He at the goal He says you're not going to understand At the goal Yes, it really Yes, you're not going to understand You mean it willN't be easy Not this That half Byron 리e You mean it will be Yes, I need another E It you can't You can't Okay, then 这就是一个兽医 它在冰箱厂上面 看那个动物 见到的动物 它在这部车 是在开 这就是兽医 它本身就没有在 请订自 Have a 好 walks 你认为 från 你理解 隐利 不 隐利 快 我 仍 me at the goal see ya me at the goal oh doctor what's up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Al here he's got a bad leg Yamaya Ranch Group closed due to rock slide Detour approximately 40 minutes oh no do you wish to examine online yeah put the diagnosis down on the leg fire tongue them out of course ow no record of disease Hospital databases will be linked in a network with the doctor and patient to allow smooth and he's taking medical treatment he's animal izo what's ce ing how we're но Stanford go not figure out what are you doing? well he's 30 of course he's usually been about 25 years so we can't complain 39 39 years need to call ou oh 美味 中文字幕——YK 我 你 你 你 我 必須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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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宇 lot 安 I've found you sexy Sexy is a dreamer now It's like a new child of the pain The mobile network will sync with large volume databases 24 hours a day The mobile network will sync with large volume databases 24 hours a day The mobile network will sync with large volume databases 24 hours a day connections between large volume databases 24 hours a day The mobile network will sync with large volume and volume The mobile network will sync with large volume of services 誒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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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I'll teach you to have a week I'll come down now See you in the end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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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off Done You're alive I like the OK Wait a minute I'll show you You will Great That is Only if your homework's done Yeah The mobile network We'll combine Personal data In an all-in-one terminal May be able to such The things as Silentaneous airport check-in And Passport Control 他現在 只要這樣 這樣子 然後 這怪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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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OK Let's go 走 UP 1 空 Ground 定期 甚麼 3 遙uli 空 Miss 空 gonna 空 pré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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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点会到大高中的这里 开到大高中的位置 这个莫奖 要在台北四四一天 开始 来 选择某些地方 和选择某些地方 选择某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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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时间有关系 如果时间有关系 就看到这边就好了 OK 那谢谢大家 谢谢 然后我们四点的时候 有一个分享会 那分享会结束 如果各位不急的走 我们导师所在这一栋的三楼 有一个展览馆 我会开放 我们在那边等大家 如果各位有兴趣参观 的话 欢迎到三楼来参观 谢谢